鲤鱼门位于香港维多利亚港的东面入口,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。 玩玩去去的小镜旁,有各式各样的海鲜档口,卖着当天新鲜的鱼虾。 银龙茶餐厅便隐藏在这小巷子里。 银龙茶餐厅有个特色,老板、伙计、厨师、入货员、会计都只有一人承担,因此也得名一人茶餐厅。 老板离开湖的一天从早晨五点开始,起床、进货、营业前准备,上午十点接待第一批客人,下午五点结束营业,清洁餐厅六点到九点到海鲜档兼职,之后再回餐厅清洁,晚上十点收工。 周而复始,日日如是。 李老板的平静日子从六月三十日开始被打破。 每一天,他前往香港天马公园参加撑警活动,随后拿回撑警标语贴在餐厅墙上。 标语被一些示威人士发现,开始对他各种骚扰、诋毁。 很快,他的餐厅脸书专业被下架,恶意投诉蜂拥而来,各大美食平台上出现大量的负面评价。 两天后,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和劳工署轮饭上门。 去如林大敌,一帮人又来找我,我问他什么事,他就跟我说,有人举报你用黑工。 他说,我相信你都知道什么事。 然后刚刚出门口,我想有三五七分钟,又轮到第二个部门, 华经卫生署的帮板又来找我,他说,你有投诉你的食物出了问题。 他说,不过我们做你的账户做了五十一年,非常干净,你们拿清洁奖拿了三年。 他说,但是我可以给定心理准备你,李小姐,你收到很多投诉,在这个七月份。 全部都骂到我爆,投诉我,说我的东西有料味,说我的东西不好吃, 说我骚髒,说吃了我的东西出问题,说我服务不好, 很多很多难听的话,每一天收工,我花得最多时间就是清洁方面。 但是,你们完全抹杀了我,背后做这么多的心机。 那我当时的心情,我觉得很诧异,为什么,为什么会这样, 为什么这么不公义,我完全不理解。 理毁和谩骂,通过网络,穿过电话线,铺天盖地而来。 经营了五十一年的茶餐厅,骤然间生意额下降了一半以上。 朋友家人的不理解和责怪,更是一次次地磋伤了李凯胡的心。 其实生意反而没了不是难过,最难过是和家人的关系。 我真的不想破坏关系,因为其实在我的立场里面,我都是大人, 我都过了半半,我珍惜我们的关系,但是我在想一刻, 我应不应该退一退,让我们的关系同时保留, 但是如果是这样,我觉得更加错了。 我其实真的很想告诉你,我正在做什么, 还有我正在做什么,所以我更加不会。 李凯胡的坚持让他失去平静的生活和亲友间的和谐相处, 索性另一种温暖悄然而至。 传媒的报道,街坊的口口相传,让李凯胡的遭遇不禁而走。 在8月3日的《希望明天音乐集会》上,李凯胡站上舞台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 随后一段时间,冷清的茶餐厅开始热闹起来, 来自香港不同地区,不同面龄层的市民自发找来, 用言语和行动表达对他的支持。 很感动,因为有两个老人家,一至两个,两三批, 他们说我们在上水里,我们在天水卫里, 我们不懂来,我们不懂找,我们不知怎样去问人家, 怎样搭车,我们来了很久才来到, 我衷心多谢他们,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, 真的要有一个动力和支持, 正如我走出来支持警察,有很多男的, 上了年纪的,他们来多谢我,都热力银康, 一个男人都流上眼泪,我很感动, 所以我衷心多谢每一位人, 他们能够可以走出来,或者明白到我是在做什么。 言语间,李老板谈笑自若,却引有泪光闪动。 餐厅里多了更多标语,写着香港加油,警队加油, 正如从父亲手中接过香港传统奶茶的公益, 并一直传承一样,父亲的政治和善良, 也始终是李凯胡的为人宗旨。 他希望社会和谐,同舟共济, 希望家人平安,希望能好好地孝顺母亲。 他相信香港有美好的明天, 希望能站在自己的良心去选择, 坚持做对的事。 百分之二百没有, 我出来支持的是善良守护香港的警察, 我是没错,所以我没有后悔到, 还有我从小我爸爸真的这样去教育我们, 做人一定要有良心和公义, 我只不过真的做回我应该做的事。 我觉得全国香港好,全世界都好, 我觉得核心价值最重要是和谐, 并不是经济, 如果输了和谐, 我觉得核心价值已经没有了, 希望是继续和谐,继续安寧, 又希望每一家每一户都是和谐, 将来希望都会过这些狮子山下, 同修共济的生活。 我们未来有明天的, 我们要站在自己的良心位做。 更多精彩,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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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